这块料纸呢是12公斤 我们入手的时候呢 它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另外一半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长啥样 而且它这块料纸 它四周边的皮 它已经全部是切掉的 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哎 挺明的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随意具真心话 一块翡翠岩石 不管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里面的未知数 还有它很多种的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你要怎么去打数 你要打它全部可以除多少片 然后每一片里面好的手镯 价值又是多少 比较普通一点的手镯呢 它又是多少钱 还有手镯套出来之后 它的边角 手镯心这些 全部都要算在里面 这块料纸我和美老板 各自算了之后呢 我的价格比它少了30% 他跟我说不用怕这块石头缺料 他说这块料纸起货的效果 应该会比现在好非常多 我当然是选择相信它了 因为我觉得它在手镯这一方面的 技术含量还有经验确实比我高很多 不管到最后是盔还是撞 我们都不会松 因为只有实账 你才能得到更多的经验 而且可以证明谁的观点到底是对的 现在我们先以这个平面 1.3公分的厚度呢 先切一片出来 第一片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么看 两面的颜色和完整度都是差不多的 我一直就觉得它的颜色会不会淡了一些 但是美老板一直跟我说 它这种桌子 它整体的美感肯定会非常的不错 所以两个桌子画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来把它套出来吧 这一片呢 就只能套两个桌子 首先我们套的这一条呢 就是这一片里面最好的一条 第一条套出来之后呢 第二条在这里有一条小碎裂 所以我们套一个小桌子 看一下会不会影响 在确认没有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也把第二条桌子给套出来了 这条好的外圈套出来之后呢 我看着也好像不是很有感觉 觉得颜色还淡了点 虽然说它的肿水还有细腻度算是不错 但是美老板说 把内圈套出来之后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哎 套出来之后这样看 我要想一下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一下我现在的感受 甜甜的 像神清气爽的 然后我们把颜色比较多的 手桌心拿开之后这样看 没有了桌心的对比 这条桌子的绿 好像就更加能够凸现出来了 百分之六七十的地方都是飘着绿 可能这就是美老板所说的效果吧 不得不说这个效果 真的是我想象不到 这一条呢 就是比较少绿的那一条 虽然绿少 但是它的清爽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好的 现在我们把第一片还原一下给大家看 两条手桌套出来之后呢 剩下的这材料 我们把它细化归整 然后觉得好像还不错 为什么在第一片子里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因为这一片就是这块料子里面最好的一片了 第二片切出来之后我们都傻眼 因为有非常多的小碎裂 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未知数 第一片切出来的时候还是这么的好看 第二片的时候裂就已经这么多了 谁能想得到呢 我们的小伙伴左笔画右笔画真的是头都大了 到最后还是找到了两个比较完整的手桌位 虽然说颜色比较少 但是我们也是要把它套出来的 就是觉得好可惜啊 如果能像第一片那样那多好 这两条呢就是这一片的两条手桌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三片第四片呢 又发生了变化 小碎裂全部都没有了 很完整 但是呢它的颜色却变少了 这块料子真的让我们哭笑不得 绿多的时候呢又奔出了小碎裂 完整的时候呢绿又反而少 真的是欲无王欲啊 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的把手桌套出来 四条之后又四条 这块料子呢全部的手桌就已经全部套出来了 就像是做过三次一样 起伏跌落又再起伏 其实明料也不是说一点毒性都没有的 因为神仙难断春玉 最后给大家看看手桌套出来之后呢 剩下的这些材料 数量是非常的多 把材料全部整理之后呢 我们就拿出来竞标 就是架高者的 我们下个姿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Row 我们下期再见